三 二 四 传承台中哨棒辉煌历史的红叶哨棒 在红叶杯棒球赛中展现均人的打击力 跟台南安庆哨棒队交锋 一开始就发挥长打 前两集就得8分 红叶哨棒在校方的积极推广下 如今重现红叶当年风华 校长希望冠军能够留下来 红叶杯已经办了好非常多届 但是我希望红叶国小 在这种97年年底成立以后 到现在我希望红叶杯这样一个冠军 有一天能够落在红叶国小的手中 场内奋战场外的家长更是热烈 用跳舞方式加油 我今天真的是因为我从香港回来 我就左蹲然后支持男朋友 然后跟小朋友这样子 然后我回来一个礼拜 然后我就第一次这样子来看他们这样比赛 而我不晓得说我们全台湾的棒球 真的超棒的真的 今年的红叶杯国际少棒锦标赛 共有20支少棒队伍 今年也增加了青少棒的比赛 不过这几天天气酷热 受不了的民众纷纷拿起扇子观看球赛 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打出好成绩 记者 卡斯尔夫亚付露台东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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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